美国近日宣布从美东时间的9月15号临时起 在美国全面实施赋华乘客核酸检测措施 那么它的具体要求也就是在登机前的三天内 必须要完成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 并凭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申领带有HS标识的绿色健康码 这个主要是针对中国公民的 或者是健康状况的声明书 如果你是外国公民 那只需要有一个健康状况的声明书就好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搭乘的航班是10月10号 那么你要提供的健康码 健康码的时间是要在10月7号到10月10号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从美国出发搭乘商业航班 经第三国或地区来到中国的中国或者是外籍乘客 凭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生理带有HS标识的健康绿色健康码 健康状况声明书的要求持续有效 我们要看一下美国的大使馆在8月7号的一个声明 那如果您是从第三国出发从美国直接中转 如果您是在海外要及时与中国在海外的使领馆进行沟通 结束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生 那目前他准备从波士顿的罗根国际机场办理登记 手续放回中国 那这个时候 没想到就是在美国境内最后两个小时 是被执法人员的各种严厉的盘问 他们问的好像是说你有没有盗窃美国的技术 所以对于边境的这种 我们认为他这一切都有可能是川普政府的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的一部分 同时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因为现在正好是在这个美国 对吧 11月份的大选阶段 所以涉及到在针对中国公民的机场的检查 现在是大幅的上升 所以我们要关注自己的 在如果您计划从美国出发前往中国的时候 那么要留足大量的时间提前到达机场 同时不仅要准备这个三天之内的这个阴性检测报告以外 还要把自己的电子设备上的一些信息 进行一个整理 进行一个整理 不要因为这些 比如说黄色的这个视频 这些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一些过激的言论 反动的言论 这些也肯定是不行的 会影响到您的一些出境的一些情况 所以大家要引起注意了 好的 这个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